龟头炎 包皮炎跟包皮龟头炎 其实就是这些地方的发炎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感染 长期发炎的结果就容易导致 包皮变硬变紧造成 更是影响到性功能喔 嗨 大家好 我是黄河伦医师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鸟的事 我觉得小鸟的事就跟大家的小鸟一样 一点也不小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仔细的照顾它 那今天就来分享包皮 其实男生的包皮跟龟头 它的角质层非常的薄 所以比一般的皮肤还要脆弱 这时候如果打手枪太久 或者是太大力的话呢 就可能导致包皮的破皮 包皮的破皮如果只是小伤口的话 其实我们会建议自己在家里换药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我们会用生理食言水消毒 清洁完之后呢 在涂上抗生素药膏 一天一到两次 大概三到五天 这个伤口就会愈合啦 当然这段期间要建议还是要停机啦 要减少二度的伤害 那如果说伤口越来越厉害呢 或者是伤口的面积很大 我们还是建议要就医治疗哦 龟头炎 包皮炎跟包皮龟头炎 其实就是这些地方的发炎 最常见的原因呢 就是感染 但是过敏啊 刺激性的物质 还是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 也有可能导致发炎的产生 其实症状呢 大同小异 就是部位的不一样 常见的症状包含红肿 痒刺痛 可能有一些秋疹 分泌物或者浓包的产生 这个时候呢 包皮会变得更加的脆弱 更容易产生一些伤口 包皮跟龟头的发炎呢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要就医 在清洁上面 我们会建议用清水清洗就好了 要避免使用一些清洁剂 或者一些刺激性的物质 清洗的过程 切记一定要轻柔 如果反复包皮龟头发炎呢 表示可能是包皮过长 不知太闷太紧 或者是清洁不干净所导致的 例如这个罐状沟这边 常常容易藏污纳垢 如果清洁不干净 就容易导致细菌滋生 另外清洁习惯不大 或过度清洁 也有可能导致发炎的状况 而糖尿病的患者 也常伴随着反复包皮龟头发炎的情形 长期发炎的结果 就容易导致包皮变硬变紧 造成勃起的疼痛 甚至影响到性功能 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 还是建议寻求专业意识的协助 除了细菌之外呢 酵母菌也很常感染人类的私密处 最常见的就是念竹菌 虽然酵母菌好发于女性阴道 但是不论性别 只要会因不长期处于闷热 潮湿清洁不干净的状况 就容易引起酵母菌的感染 另外体态过胖 糖尿病或者是免疫力不好的患者 也是好发的族群 性传染病可能会直接造成 生殖器上的溃疡 例如说梅毒或软性下肝 另外像泡疹 可能也会造成许多小水泡 嘴泡破了就会产生伤口 而其他性传染病像是灵病 可能会造成尿道口的骚痒 这时候如果患者去抓他 就可能会产生伤口喔 当然就是要好好照顾他啦 我们就说小鸟的事 就跟大家的小鸟一样 一点也不小 第一个就是DIY的时候 不要太大力啦 那在这边要跟大家提一下 包皮的细带 细带是位于阴莖的附测 是连接包皮与尿道口的 一个重要组织 它十分的脆弱且敏感 所以当今天DIY太大力的时候 就容易会受伤 特别是细带比较短的男性 第二则是现行为 其实不论自己或者是跟别人 都可以适度的使用一些润滑剂 第三个是正确的使用保险套 除了可以降低摩擦之外 也可以减少性传染病的发生 第四个是内裤尽量选择透气柔软舒适的 要定期更换 并且要做好私密素的清洁 才能减少细菌的滋生 最后一个是如果包皮过长 包巾或者是细带过短的男性 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小文就是说 我用一些特别的东西 或是海盐 或是一些比较软的东西 我去摩擦我的龟头 然后我摸久了 是不是会比较持久 不可能啦 虽然说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减敏的作用 但是目前用这个来治疗早歇 或者是延长射精时间 是没有科学证据的佐证 反倒用这些方式去减敏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包皮龟头的损伤 进而引起感染啊 我刚刚提到的包皮纤维化 甚至造成这么勃起的疼痛 我觉得这是比较不适合的方式啦 可恶耶 为什么最后卡坏呢 不勻闷着 手面又拿出来 最常见的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下喜欢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喔